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现在处在一个极度狼狈的状态 但是 bear with me 虽然有点TMI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度过了一个非常eventful的一天 昨天我先进公司开了一个2024年的 年度目标会议 然后呢 我再冲去铜锣湾开了一个会 然後又去全灣跟了一個拍攝 然後再回到銅鑼灣去做我們的team building 就是做蛋糕 然後呢我們再去吃飯 然後晚上再去中環拍片 然後拍到昨天3點半我才回到家 我昨天是沒有喝到斷片 但真的是蠻醉的 然後我昨天一度就是晚上睡覺前想說完蛋了 我明天一定會宿醉 宿醉到爆 但是我竟然是9點鐘的時候順利的起床 然後並且沒有宿醉 快點給我一個掌聲 然後因為我等一下要出門 所以我現在去be ready了 這一條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這支影片出的時候 我日本跟韓國的影片上了沒有 自從我在韓國做了那個personal color之後 我覺得我有一點點被影響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但是就會覺得 啊我現在穿淺色衣服好像會比較有自信 然後我剛剛跟朋友吃完飯之後 我們去逛了去城市 因為我之前用了這個Kate的粉底 我覺得很好用 就妝感很漂亮 我剛剛看到他們有這個黑色的glowy版本 所以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希望我買的顏色是對的 怎麼辦我覺得好像有一點偏深 怎麼辦 我常常去看 CVENTEEN演唱會之前 我真的超認真化妝 就明明也不是說 袁佑真的會看到我 但是就會有一種 我要好好打扮的 堅持 我自己也覺得很好笑 白對我最近跟一些 比較久沒見面的朋友見面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你是不是變瘦了 你們有這樣覺得嗎 今天天氣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非常的熱 現在這個天氣有合理嗎 我最近有朋友可能要來香港短期的工作 然後他就跟我聊到他在香港找這種中短期的住宿的一些經驗 然後我覺得 欸 蠻好玩的 就好像你是住飯店 但是又不是住飯店 所以我今天想要去體驗一下 然後我也很好奇住在像中上環這種 精華的蛋黃區的體驗是什麼 因為 因為畢竟我是一直住在 你知道邊邊的朋友 然後也可以自己演小小的 We can get away 因為昨天就是 昨天其實一整天下來 雖然很累 但其實我心裡還蠻開心的 可能我有慢慢變得比較異議點了吧 我猜 對 但昨天是你知道限定 一日限定的異議人 我現在已經回復到我 Iron的狀態了 所以 哈囉大家 我現在進來了 然後我想要趁還有一點點點 我看陽光的時候我們快給大家做一下一個room tour 我剛進來第一個感覺是 它比一般的酒店還有各種家的感覺 我給你們看 這邊走進來呢 它就是一個像是studio一樣的layout 整體設計風格 我覺得有一種北歐的homey的感覺 這邊有一個洗手槽跟梳洗區 轉過來之後有一個門打開之後就是廁所 我個人其實是喜歡淋浴多過浴缸的 雖然我知道在香港 其實家裡有浴缸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這邊有一個可以工作啊 讀書啊的一個區域 然後我這次選的是一個queen size的房間 轉過來這邊就是有電視 還有一個電視櫃的概念 雖然說上面沒有放電視 這個是25樓的景 看到咖啡機 就想喝一杯 americano 我剛剛已經把這次的房間還有剛剛這邊的公共設施都看過一次了 這讓我想起來我之前大三印象深刻 大三的第二個學期 我住過一個很類似於這樣子的一個service apartment的 apartment 它也是有一個是公共區域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玩遊戲啊念書啊聊天啊 或是有那個公共的廚房可以煮東西什麼的 哇我現在整個回憶都起來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那個時候我有一群朋友 每個禮拜都來我那邊打麻將 但問題是什麼呢 我不會打麻將 我只是把他們開門而已 從上環站走過來大概八分鐘的時間 然後附近也有很多餐廳跟娛樂 所以我覺得算是很方便的 另外如果你是來香港中短期工作的一些working professional的話 其實這裡也蠻適合你的 因為你就基本上可以無腦入住 所以你不用去想什麼水費電費瓦斯費網路費 It's all covered 住房間的事情我覺得就看每個人的需求跟budget 但是我覺得這邊是整個co-living space 蠻適合短期在香港這邊可能 想要兼顧工作跟社交休閒 然後無腦入住的朋友們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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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是我們根據的通船 你看 Wohnung nuevos 說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但是我才把他破了一个洞 我刚刚经过水果行看到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 那就是山竹 山竹在台湾之前是被禁止进口的 所以非常难得可以看到他 我连忘记这要怎么开了 介绍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用 这就是一个句话 中字音的时候连音变成 是金水晶 在凌晨五宗中休息 在晨晨上会会见到朋友们 在酒店里的朋友们一起在酒店里 我和朋友们一起在酒店里吃饭 我做了 我发现我真的开始爱红酒多过白酒了 这是一个sign 不知道大家看我vlog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很常会带着耳机啦 或是我在get ready或是做家务的时候 我旁边一定会听音乐啦 或是看影片或是放podcast 因为我应该算是真的很仰赖声音的一个人 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带着耳机会让我很有安全感 就觉得哇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这样 就你知道降低一种那种生活的焦虑感 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蛮好的 让我更有效率更灵活的运用那些生活里面的零碎时间 我应该是去年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喜马拉雅这一个有声书的app 它里面有超过十万海外听不到的正版华语有声书 另外还有超过一千堂由全球精英用英文清售的行业好课 除了英文之外它们有像是日文或是西班牙文等等 其他五种语言的内容 我自己最近是喜欢听一些那种短短的 就适合15到20分钟这种通勤时间你可以听的有声书 我最近在听像是五分钟心理学啦 然后还有一些英文的 就你知道就平时也练一下听力 有声书的其他好处就包含像是环抱 除了个人习惯之外 就一方面也省钱 然后也省空间 所以算是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蛮友善的一种 你知道新的接收 哎呦我戳到自己眼睛 接收咨询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兴趣试试看的话 可以用我info box里面的连结 可以得到14天的免费试听 如果试完之后觉得不是很适合的话 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随时取消 Cheers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的会这样子做 但是就是我小时候跳舞嘛 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运动量 运动 运动量太大的时候 我们晚上就会大家一起在宿舍抬脚 我说抬脚就是 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原理是什么 但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子做 就这样 之前你就会尽量是90度啦 然后就可能排个20分钟半个小时这样子 好荒唐 整一餐 整个儿 我刚刚呢 我刚走的时候发现我的脚好痛喔 然後我發現可能是我之前不小心打破一個玻璃杯在鞋櫃的附近 然後可能有一些碎片就這樣子飛到了我的拖鞋上面 但我沒有發現 對 就是有點痛 然後流了一點點血 大概這麼多 分享完畢 我可以買一塊 danke 其實是在這塊木板上聊天 我可以買一塊給你 我的頭皮 我就要買一塊 這邊是封醐 也要醮 應該可以買一塊 我買到見面 我買的 在綁合 我買的 我買的 買的 買的 我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e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I'll always love you and make you happy And nothing else could come in between Santa, I've been good this year Make your list and check it twice I'll leave you a note right here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s Carols and bells, none of them help I still feel blue I just wanna fall in love this Christmas I don't need a fancy watch You can give the elves a break No, you can't make it in the shop I just wanna fall in love this Christmas Uh, uh, uh... Just wanna fall in lo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